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 凶闷 用同济堂牌 虫草清肺胶囊 想相亲 却找不到靠谱的婚恋平台 不仅注册要钱 看信息也要钱 想尝试 又怕被骗 该怎么办呢 想相亲 怕被骗 那就来反映游戏婚恋服务中心 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专业婚恋平台 拒绝婚恋陷阱 拒绝虚假信息 补充会员服务保障 全程为爱护航 十万本地优质单身会员在线互动 真照片 资料信息一印即全 高达80%的匹配度 总有一个适合您 12月28号请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微信搜索公众号 凡人有喜相亲会注册会员 立即送你价值368元VIP会员 免费体验一个月 独享五大婚恋特权 总有一项能帮到你 体验名额仅限500亿 在重庆 想脱单的你不要再犹豫 立刻加入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凡人有喜 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六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情电话 8805 8805 凡人有喜 我们等你 在上一次的节目里 他惨遭打击 他觉得可能你的那种形象气质 不太符合他的那种条件 这一次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这个店的话是我和几个朋友 一起合伙经营的 在那面积的话有差不多1300多个平方 然而为何女嘉宾的反应 却是这样的 一种有钱的男孩子 可能心里想到的都是 女孩子都是想要他钱的 我觉得还在掌握 都是可能是我本身里只背好 而男生也是颇有意见 我觉得很少有女生会拒绝 这么多的豪车呀 或者说那么好的一个愉悦的条件 又是怎样的情况 两人竟然和好如初 亲密互动 喜羊羊 美羊羊 鬼太郎 而女生的这一举动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会影响今天的乡亲们 凡人游喜即将为你精彩呈现 凡人游喜 星特汽车投资打造重庆本土新能源汽车交易平台 一车库 海量一手车员 近载一车库 星特第一V1 凡人游喜 乡亲特派员专用用车 高颜值强智能 星特第一V1 新一代潮流作家 首先要感谢一下 虫草清费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可 冬天可 气喘凶闷 用虫草清费胶囊 想要参加节目的嘉宾呢 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8805 8805 同时呢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 凡人游喜 线下婚联服务中心 对本节目提供的大力支持 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 重庆汽泊中心的一家汽车体验店 那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熟悉的人啊 他就在里边工作 那大家现在先跟着我的脚步 一起去找到他 我看那边那个人好像就是他 陈先生 你好 你好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本期就有男嘉宾 陈阳三十岁 身高一米七八 职业 自由职业 月收入一万五左右 婚姻状况 未婚 我的性格是属于偏向于 比较闷的那种 然后呢生活当中比较呆 做事的过程当中比较一时不苟 自己比较喜欢玩车 然后在汽车这一块 有很多的这个交易圈 我一共有两次的情感经历 第一次呢是在部队认识的一个女孩 那个时候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 然后没有时间陪伴 另外一个呢是退伍之后 也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女孩 其实当时非常的喜欢 但是自己在生活当中比较闷 然后可能就是在很多上面 没有把她的情绪照顾好 所以说后面呢她提出来就是 不太适合在一起 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现在想找一个 就是稍微资讯 能够落落大方 三观上能够有一致的沟通 能够达成共同的一个理念 一起共同努力前进 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这位男嘉宾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 虽然在上期节目当中 没有成功和女嘉宾牵手成功 但她成熟稳重的性格和不俗的谈吐 还是给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我所知啊 女嘉宾是比较喜欢文艺一点 艺术一点 那您觉得您的收入能够养得起她吗 因为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 不代表未来的一个经济状况 那么也许在我们不断地前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有越来越好的一个工作成绩 那你怎么确定女嘉宾能够看得上你呢 我也不确定 但是呢我相信女孩子 她应该不会拒绝一个真诚的男人 那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我就是今天的女嘉宾 你会吃惊吗 你这个让我一点都没有准备好 没有准备吗 那你觉得刚刚是有一点没有表现好 还是怎么样 我相信我自己做好了 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哇是我刚刚很喜欢的那一块 我太感谢你了 谢谢 这一次她重新调整好心情 再次找到我们 希望可以成功找到合适的另外一半 那我们今天是来到你的主场 你有什么安排呢 上一次的地方呢是女嘉宾选择的 那么我觉得呢自己在文艺这块呢 可能确实比较欠缺 这一次呢也就是邀请节目所到我的工作场地 让女嘉宾更多的来了解我现在的一个真实的工作情况 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上一次相亲的过程当中有些尴尬 女嘉宾直接说到了你有点丑 你会觉得有点受伤吗 刚刚女嘉宾看到了男嘉宾说他太丑了 所以就走了 他觉得可能你的那种形象气质不太符合他的那种条件 其实那倒没有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观是不一样的嘛 像我这种憨憨的可爱的也有很多人喜欢嘛 那你见到女嘉宾如果不喜欢的话 你会直接说出来吗 为了考虑这个彼此的一个感受的话 我应该不会直接地拒绝他 结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告诉他 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感情结束上面 不适合做情侣 我们更适合做一个朋友 我们等一下如果发现 你有点不太喜欢女嘉宾了 可能你最后的结束 也就是这么对女嘉宾说的是吗 应该是这样的 好吧 希望这样的话 不要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好吗 希望你今天能够牵手成功 毕竟今天是到了你的主场 如果再不成功的话 我们真的就无能为力了 好 我非常期待 那男嘉宾你现在要不然 就是先去安排一下 做好前期工作 因为我们的女嘉宾已经到附近了 我们先去接一下女嘉宾 好的 好的 各位观众老师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男嘉宾曾经上过我们的节目 那一期播出之后呢 有很多女生对她的印象超级好 还给我发来私信 要她的这个联系方式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 你们看电视节目 喜欢哪个男嘉宾 女嘉宾 可以到我的私信来 把你们自己的情况 写下来你身高体重 你的职业 你对另一般的要求 你自己的照片 你的联系方式发给我 我转交给编导 编导帮你转交给这个 当时的男女嘉宾 那么男嘉宾呢 上一次是在一个客场作战 所以呢就没有赢 这一次她是吸取了教训 把这个乡亲的现场 搬到了她工作的地方 她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自己会更加地自信 也能够让女嘉宾 更全面地了解自己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女嘉宾 是否会被她的魅力所折服呢 凌凌 在这儿 大家好 我叫唐凌凌 今年23岁 是一名网络女主播 本期交友女嘉宾 唐凌凌 23岁 身高1米58 职业 网络主播 月收入5000左右 婚姻状况 未婚 性格呢是比较活泼 比较喜欢卡娃伊的东西 平常比较喜欢唱歌跳舞 还有钢琴 还有有可理 但是都是自学的 平常不爱出门比较宅 但是喜欢约几个三五个好友 在家里玩 我之前20岁21岁 有交过两个男朋友 其中一个是网恋 他平时还是挺关心我的 我们私下有经常视频 还有打电话 但是差不多在一起 三个月四个月左右以后 我们感情就淡了 第二个男朋友呢 他是我本来我是学的 我在医院的时候 交的一个男朋友 他是我的老师 平常对我帮助很大 然后后来实施完之后 回到学校 也是没有怎么联系 可能就是因为宅 然后就分手了吧 我的择恶要求呢 差不多身高在 一米八左右 年龄在三十岁以内吧 大一点 稳重一点 我这个比较小孩子脾气 我希望他能够多包容我 能够带我出去玩 带我去一些 在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车房最好还是有 免得到时候因为这些闹矛盾对吧 由于我的工作是网络旅主播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工作不太稳定 不太怎么光鲜对吧 我希望他能够多多包容我的工作 我想问一下 一般比较可爱一点的女孩子 会不会有点作 自己觉得 我觉得我就不作 那我觉得还要 我是自带的 我觉得吧 这么感觉他肯定作 他作到哪些方面 很小的一件事 他就能放大 然后跟我两个吵架这些的 那要是遇到男朋友怎么办 护得住吗 男朋友的话 所以说才需要他找一个 就是比较成熟一点的 来照顾他 包容他 好 那你对外摸的一块有要求吗 我没有 你有要求 就性格方面比较合着心 那现在男嘉宾已经在你边等着 我们就一起进去吧 好 好 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 23岁的女主播 长得非常的娇小可爱 她喜欢一米八的这样的壮汉 跟自己形成一个身高的反差门 没有问题 我们的男嘉宾的这个外形 应该是属于你喜欢的类型 在经济条件上 也能够满足你这个收入的需求 车房的需求 那么见面之后能否擦出来的火花 还要看你接触之后的表现 还在减肥 快去京都电器超级体验店变美女 还在滑船 快去京都电器超级体验店玩游戏 还在打麻将 快去京都电器超级体验店抢优鬼 我们要去京都电器超级体验店 福利来了 私家车到空港皮革时装城 即可领取价值168元 羊绒围巾一条 购买1000元送邮费50元 超2000元即可获得邮费100元 这么给力的福利 买时尚东装就到空港逛一逛 哇 这个是齐双双的 做了四个男孩子在这儿是吗 猜一下哪个是男嘉宾 要不要说一下什么男嘉宾的特征之类的 男嘉宾有点胖 好像三个胖子 三个胖子 我觉得男嘉宾应该是今天全场最帅的 最帅的 男嘉宾应该是最穷的 最穷的 天哪 你是在拆台吗 没有 因为是最高的 最高的 来 我们女嘉宾判断一下吧 这个 这个第一眼你会对她比较有好感 那你呢 你觉得会是谁 我觉得是这位吧 穿黑衣服这位男士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女嘉宾你自己去和她打招呼 如果她是男嘉宾 她就会伸出她的手来和你握手 如果不是的话 她可能会拒绝你 相信闺蜜的感觉 相信闺蜜的感觉 我相信闺蜜的感觉 为什么会相信闺蜜的感觉 当局者迷旁观就亲 我闺蜜她这个人挺好的 我跟她相处十年了 她的话我几乎都会听 我觉得她说的都是真切的 那好吧 我不知道闺蜜的这个感觉 到底对不对 那你自己去跟她打招呼吧 你好 你好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陈阳 你好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唐明明 来 这边坐吧 你好 第一眼看到女嘉宾的时候 比较娇小可爱 那么印象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想 有一个更深入的去了解她 我对男嘉宾的第一印象 就是比较成熟 很稳重的那种男生 感觉她应该挺喜欢 保护小女生的吧 其实我刚才还有一点小小的失落 因为你第一眼选择的是我的同事 我刚才就挺紧张的 然后她刚刚说的也挺搞笑的 我就选了她 刚才你的闺蜜的话 给我来了一句强行针 把我给拯救回来了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我觉得从第一眼员来看的话 应该说还是比较喜欢你这样的类型的 我想问一下这个店是你开的吗 这个店的话是我和几个朋友 一起合伙经营的 那么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店的占地面积的话 有差不多一千三百多个 比如说你会看到这里 包括这一层和楼上的 都是我们一起在运作的 那我在这来会不会反应到你 没有 这里的话不会影响 因为上一次有一点失败的什么 女嘉宾约的地方 那么我对她这个文艺的也不是特别的感冒 所以说这一次我也给节目组申请 我说让女嘉宾到我的这个地方 来了解我在做什么 有什么的一个工作环境 也会让你更多的了解我 其实我听说你是坐车友会的对吧 然后本来想的是一些比较正常的车 但是这些车看起来挺贵的 有的人喜好不一样 有的人喜欢轿车 有的人喜欢越野车 有的人喜欢跑车 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年轻人 他会偏向于超跑啊 长跑 长跑跑车啊这些 那我我看眼镜的话 就是说经济情况比较好的吧 就是说你的择偶要求会比较高啊 其实这一块的话 你可以不用考虑那么多 刚才第一眼我看到你的时候 我觉得像你这么小小可爱的 其实我也比较中意 很多时候呢 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和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不应该看一个人的外在的一些东西 更多的需要去挖掘这个人 他的一些内在的 有底蕴的一些文化 那你比较喜欢什么内生的女孩子呢 第一个呢 就是演员能够过得去 就比如说我能够看得上 第二个呢 就是她的性格不要太暴躁了 第三个呢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相处 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当中 应该是互帮互助的 我想要的是两个人一起 共同努力地进行一个感情生活 那你指的那个生活和世界上的付出是哪一种 就是说她有自己独立的一个生活能力 也不要过分地去 就是依靠我来照顾或者什么的 因为有时候可能精力照顾不过来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先了解一下你的工作 然后你再了解一下我的工作 我们先了解一下 好啊 那要不然我们去展厅看一下吧 其实我对车呢 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感情 因为小的时候呢 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吗 然后特别享有一款自己的车 但是在家庭条件也不允许 后来就我在不断地努力的过程当中 也结识到了几个自同道合的朋友 然后我们就一起 然后大家就说 要不我们自己搞一个适合大家 一个又可以玩 然后也可以娱乐的这样一个场所 后来我们就几个朋友一起来 经营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展厅 刚开始也挺尴尬的 我也有一点害怕 所以有点嘎吵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她对车比较了解 但是我一点也不清楚 她说的那些我也接不上话 像那你平时做直播的话 主要的那些词播的内容的话 主要是哪些我没得呢 就聊聊天唱唱歌 唱歌 那你唱歌的话已经很好听 还可以 要不然你自己会唱一首 唱一首我听一下呗 唱一首你想听什么吗 唱得比较好的 唱一首吗 没可以啊 我哼一句 好好好 我承认我自卑 我全都很怕黑 每当你 歌词怎么 怎么 怎么 忘记了 不错 不错 其实唱得非常的好 她刚开始就直接让我唱歌 那时候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还是可以 应该就是比较直白的 没有那种绕丸子 还是可以的 那你今天现场 有没有比较中意的车型的 小巧的吧 小巧的 那行 我们在这里 你可以先体验一下吧 那你先继续坐着感受一下 不麻烦 不麻烦 来 先坐 稍微慢一点 注意点碰头 来 把安全带记一下 直接感受一下 坐在里面的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 就是 我看不到路 看不到路啊 没关系啊 我在驾驶就行了嘛 对吧 要不然你自己摸了感受一下吧 你看一下 你不是说自己平时这个 很少会接触到这个车里面的嘛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和你想象的这个车的情况 是不是一样的 我觉得 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 对吧 就是 我喜欢那种 简简单单的生活 像这种平常都不太奢望的 一切实际 我想要的感情生活其实很简单 有一个 等我的人 在家里面 他可以把家里面照顾的经济有条 然后自己又能够有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 然后 不要 就是不要点点连在一起就行了 其实这个要求并不高对吧 你这个车四五百万的 然后我 反正我还是买不起 今天拖里的福做一次也挺开心的 我觉得像你们这样的生活 我还是比较喜欢低调一点的 然后生活过得比较简简单单的 我喜欢简简单单的生活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来 觉得我没有什么能力 一种有钱的男孩子 可能心里想的都是 女孩子都是 都喜欢他钱吧 但是我 我从小呢 我就属于 喜欢靠自己 我不太喜欢用别人的东西 其实我没有可以对你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呢 我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它也是我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的 你也知道我以前是做护士了对吧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 我才改做现在的主播 但是你刚才说的话 让我特别不舒服 我就是想要靠自己的努力 其实我非常欣赏你这样的性格 女嘉宾的情绪突然就上来了 还没等男嘉宾把话说完呢 直接就开门下车 朝闺蜜的方向走去 不再搭理她 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男嘉宾对女嘉宾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开诚布公地就说 你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觉得你这个样子 我真的很心动 但是女嘉宾呢 就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她认为男嘉宾的那一番 我认为是很质朴的话 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 你也可以享受 真的说的挺诚恳的 但是女嘉宾听来就是 你在显摆你自己吗 你在炫耀你自己吗 你认为我是一个物质的女人 所以需要用这些东西来打动我吗 你就是因为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 所以你要放在你自己工作的这个地方 好显摆你自己 好拿出你的实力 天呐 妹子 我觉得男嘉宾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而已 你看你脑补了一百级毫蒙恩怨 她真的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有些话你还是要看语境的 我认为你在这个相亲的过程当中 可以保持警惕去观察这个男嘉宾 是不是一个很虚荣浮夸的人 是不是一个喜欢用钱来砸女人的男人 但是不用把这种警戒线 明确地设在这个台面上 他只会显得你这个人过于自卑 不相信您的见钟情 男嘉宾这又是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你嘉宾可能有点太做了吧 刚才我只是简单提了一下 我说如果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了之后呢 我的东西也是他的 然后他就莫名其妙点生气了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就是没有说得到位呢 或者是让他觉得有点反感呢 我觉得他可能在这方面的话 可能有一点伤及到他的自尊心嘛 然后你觉得我现在过于地去表现他 然后强调说我们在一起了之后呢 他会感觉就是有一种 也依附于我的这种 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一样的 可能我们的女孩子 是一个比较自强自重的一个女孩子吧 然后他的自尊性也比较强 那这样吧 我也去了解一下 女嘉宾那边的一个想法好不好 其实我的初心并不是为了炫富 我也是靠自己努力打拼出来的 那么我也不知道 女嘉宾 她的一个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 当然我觉得从内心来讲 并不是为了炫富而做这个事情 新特汽车投资打造重庆本土 新能源汽车交易平台 一车库 海量一手车员近载一车库 新特第一V1 凡人游戏乡亲特派员专用用车 高颜值强智能 新特第一V1 新一代潮流作驾 在这里呢 我们要感谢一下 冲草清飞胶囊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可 冬天可 气喘凶闷 用冲草清飞胶囊 福利来了 私家车到空港皮革时装城 即可领取 价值168元 羊绒围巾一条 购买1000元 送邮费50元 超2000元 即可获得邮费100元 这么给你的福利 买时尚冬装 就到空港逛一逛 男个人有 我觉得他在掌握 咋子 她都在掌握 发生了咋子 我觉得他多好的 可能蓝丸挑起来都可以的嘛 但是我觉得跟他上班可能不好 他说 哈的是我的 我不觉得还是对身边的所有女儿是什么的 还是咋子 还不一定 万一人家就看什么了呢 看什么呢 我蓝丸好 看你上的乖呗 哦 可能是 我觉得多好的呀 你要蓝干嘛 我不晓得 我都觉得好掌握 可能是我本身的子的好 没准百个有钱嘛 百个万一对你好啊 一想好你刚刚啊 百个 还在跟你说话 你都在过来找我来了 你都是在百个点头 你总要对百个 你确实也没做得好 在这件事情 你总要给百个一个免质 他开始带我来 来来来来 不应该都出去 吃饭了 或者在外面走 这个是让你了解 他更清楚一点 我了解四人不是他总做那么钱 性格怎么样 活得来吧 他可能就是表达有问题 你不可以再接触一下 再试一下呢 可能我不吃花瓶 嗯 我晓得你不是花瓶 我觉得这男嘉宾呢 如果说没有把我带到他店里 然后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 他把我带到他店里 我觉得不太好吧 我不太喜欢这种 有一点高调的男生 什么都说出来 我想问一下 现在怎么样了 嗯 没事 就是我刚才脾气突然上来了 他脾气平时也比较大嘛 刚刚可能是男嘉宾 可能把他气着了 然后他刚昨天的话 已经笑好了 那你就笑一个呗 好 笑起来好甜啊 那这样吧 我就把男嘉宾叫过来好吧 男嘉宾 来 你也坐一下吧 现在女嘉宾心里边没什么了 你现在还有什么吗 两个人需要沟通吧 是吧 但是不要过于情绪化 因为生活当中 你情绪化的话 很容易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情 也会影响两个人的相处嘛 对吧 可能我们男嘉宾的内心 还是要成熟一些啊 毕竟我们的小姑娘 年纪还比较小 经过了刚刚的调节 两人的情绪也渐渐缓和下来 可能一直在男嘉宾工作的地方 也给女嘉宾带来了一些压力 还是让他们到室外走走 换个环境 换个心情吧 其实到晚上有点冷了 你叫她跳个舞啊 我叫她跳舞 对啊 你去你去 这下高中期啊 可以啊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跳 那你先跳舞看一下 会不会 我直接教你呗 你跳一下我看我看我是不是合跳舞 我内心其实是排斥的 因为我在舞蹈上面没有太多功底 但是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和女嘉宾好好地缓解一下 那个现在的氛围 手这样 手 刷三一刷 小女子不踩 小 我是男的呀 我教 我就教你跳这个舞 我简单 这个舞简单 小女子不踩 嗯 然后配上这个脚是 甭脚尖 甭脚尖 甭脚尖吗 还往后一点吗 这样吗 是吧 嗯 那我会不会 我也会了 你下一步 从上面打过来是吗 打过头顶 我是不是这样吗 要过去 哎 是不是这样 然后换个姿势是这样 你这个脚呢 要甭脚尖的 甭脚尖的呀 嗯 这个拱起来 像芭蕾舞水什么样 拱起来 对啊 嗯 对啊 对啊 嗯 嗯 嗯 对 效果 哇 我觉得 其实这个跳舞真的 特别不容易 那要不然你把 整个动作连起来再跳舞 看一下效果好不好 小女子不踩 美得公子青睐 绕公子两脚 公子不快 刚看了一下 我觉得我可能 跳不来 要不然我教你一个一支舞吧 我觉得我那个我挺简单的 以前应该经常会听到过的 喜羊羊 美羊羊 龟太郎 龟太郎 是不是很简单 龟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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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太郎一般都吃不到羊的 龟太郎 吃到羊 那不就大结局了吗 那要不然我们先找个地儿再做一下吧 所以说跳得不好 所以说跳得不好 但是我希望这个表现的让女嘉宾开心的 我觉得就达到我的一个想要的效果了 挺有童心的吧 还挺为哄女孩子开心的 该成熟的时候该成熟 该哄人的时候也会哄人 还是挺好 果然小女孩的情绪是来的也快 去的也快 此刻的两人在经过了这番互动之后 显得相当和谐 不知道接着她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今天也累了吧 这么久了 要不然我们能够找个地方去 喂 那我现在和朋友相亲呢 要不你们先吃吧 先吃吧 我等一会儿和她商量一下 我看她要不愿意 你们也一起过来 哎好好行 那行那行那行 那我等会儿弄好了 我给你打电话 嗯好 走吧 我刚才我朋友打电话 他说那个什么 今天晚上我们本来约好了 一起过去吃个晚饭 然后你要不要 我们一起过去吃吧 不太好吧 还没事 其实我觉得 你今天应该和朋友一起见一下 大家相处认识一下 也许可能会有更好的不同了 是吧 那走吧 反正她现在饿了 走吧 我不知道她是对我比较满意 所以才带我见朋友还是怎么的 见她开口了就还是来吧 哎我已经到了这个门口了呀 你在哪里啊 哎 哎呀 久等了啊 久等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对对 好朋友 好朋友 对 刚才说等着一起吃饭吧 我说刚好把女嘉宾叫下来一起 在这里一起吃个饭 这个时间女嘉宾感觉怎么样 欢迎 很不错是吧 嗯 我觉得好香啊 这火锅味道 来 走吧 来 门口在这凉 我往里面走 好吧 好 来来 我给你们把那个水倒上 来 来 这边打电话是我的朋友周杨 你好 今天晚上那个 他不要说我们一起吃个饭 今天这个是我朋友我对面 哎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跟那位男嘉宾 就是他平时你觉得他平时的那样的人吗 他平常还不错呀 就比如说他在你们送电话方面 他是那样一个人呢 你觉得 很幽 很幽嘛 我觉得他男嘉宾条件都不错呀 他平时身边女儿都不错呀 他就是一点忙于事业 哪里有时间去刷的 你都是第一个我看到的 所以说 这样和他骨头戒戴起来呀 哎 这个他们两个配不配呀 平板配的呀 好漂亮的 要得要得 此刻的几人是有说有笑的聊着天 闺蜜也是抓住一切机会 帮我们的女嘉宾打探着男嘉宾的情况 不知道这样的回答 他们还满意吗 比较憨厚城市的人 然后身边没有什么别的女孩子 还是蛮不错的觉得 那现在的话我看火锅也热腾起来了 那你们要不要就 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一点火锅 那我们先一起吃吧 好 伴随着这顿热气腾腾的火锅 男女嘉宾的状态也是越来越热暖 男嘉宾更是细心体贴地照顾着女生 我给你拍鸭鸭鸭 来来来 然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女嘉宾的一个举动 却被我们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星特汽车投资打造重庆本土新能源汽车交易平台 一车库 海量一手车员尽载一车库 星特第一V1 凡人游戏乡亲特派员专用用车 高颜值强智能星特第一V1 新一代潮流作驾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一下 冲草清飞胶囊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可 冬天可 气喘凶闷 用冲草清飞胶囊 空港皮革时装成年终福利来了 扫码领100元现金券 禁店再送500元现金券 一年一次送惊喜 机会难得买时尚冬庄到空港逛一逛 商圈买一件 空港买两件 喂 我以后我都回来 我跟哥哥一起来都在一起 他突然把电话挂了 就把手机使劲地砸在桌子上 我觉得有什么事情 你也没必要在这个场合里面 把情绪发现出来 对吧 我今天找你的事 有事啊 怎么 你们先坐一会儿 我们跟他那边先出去 好的 我感觉后头有点半钱 我觉得这个女儿可能不太适合 我觉得这个人比较理发心 他脾气有点大哦 打手机的话没看到 反正这个人做朋友 我觉得看你 你喜欢都喜欢 你不喜欢都不喜欢 但是说实话脾气有点大 你觉得这个事情我怎么给他讲呢 这个人好讲嘛 这个只有看你能讲的 我觉得应该委婉地 给他缠绵一下我的想法 我觉得可能不适合做情侣嘛 那我更多好的是做一个朋友 那你见到女嘉宾 如果不喜欢的话 你会直接说出来吗 为了考虑这个彼此的一个感受的话 我应该不会直接地拒绝他 结束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告诉他 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感情结束上面 不适合做情侣 我们更适合做一个朋友 我们等一下如果发现 你有点不太喜欢女嘉宾了 可能你最后的结束 也就是这么对女嘉宾说的是吗 应该是这样的 男嘉宾和朋友的这番话 让我们突然对今天的相亲 捏了一把汗了 可能确实是女嘉宾一再的小脾气 让男生有些吃不消了 那也是第一时间把自己的想法 告知了我们的特派人 你是觉得女嘉宾哪里不满意啊 在接电话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愤怒的情绪嘛 把手机也摔在桌子上了 刚好我的朋友也在现场 他看到这个情况呢 觉得这个女孩子的性格 你有什么事情应该温柔地去处理 不应该这么明显地暴躁地 把这个东西体现出来 会不会他真的是遇见一件 特别生气的事情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举动 你在这种场合 你就这样处理的话 可能就不太恰当 我是这样想的 然后刚才我朋友 也跟我两个沟通了一下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的话 自己要必须要明确自己的一个立场 可能更适合去做一个朋友 我是觉得今天其实你们俩 都是抱着诚心诚意过来的 我觉得我还是再去问一下 旅嘉宾吧 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举动 那行 就我问清楚了以后 你再做决定看可以吧 你也可以再考虑一下 因为他真的是遇见一件 非常非常生气的事情 可能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行 那就辛苦你去再确认一下 这个情况好吧 女嘉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直在接打电话 甚至到最后非常生气的 当众砸电话 这一砸真是砸得 男嘉宾心都凉了 因为他不知道 女嘉宾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你现在在相亲 而且还有摄像机一直对着你 你就不担心自己这个形象 最后会播到电视上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会导致你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你是需要 给男嘉宾一个解释的 因为他现在对你的印象 已经差了很多 他觉得你全程都不热情 很冷淡 好像兴趣缺缺 而亲友团呢 最开始觉得你很漂亮 但是经过了考验之后呢 他是觉得 哎呀 这个女孩也就一般般吧 那如果女嘉宾 没有给到男嘉宾 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结局 可能就是这样了 两位美女吃饱了吗 吃饱了 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今天和男嘉宾 一天接触下来 感觉怎么样 感觉人还是挺好的 性格也还是合得来 那再问一下闺蜜的意见吧 你在旁边看起来 你觉得就是你的好朋友 和今天的男嘉宾 到底搭不搭 那最开始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男嘉宾 条件还可以 也比较喜欢她 但是最主要的话 是看她管理一个演员嘛 我那边的话 也不好说啥子的 那看来闺蜜的态度就是 主要是看我们女嘉宾自己了 嗯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刚才你好像 那男嘉宾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接了个电话 嗯 不是很开心对吗 对 工作上的 工作上的事情 这个事情特别的不舒服嘛 就平时也会遇到不开心的事砸东西吗 没有 昨天骑好假了 嗯 那边说得好好的 然后今天又找我麻烦来了 他一开口他就骂我了 特别凶 嗯 然后搞得我心情也不好 工作忙到一点钟两点钟 然后今天七点就起了床 也没有休息好 很早就开始收拾 然后坐了三个小时差不多的车 又堵车又匀车 工作上事情也没有落实得太清楚 心情不太好 嗯 可能 哎 还是不太好意思吧 挺抱歉的 对男嘉宾 女嘉宾说着自己刚刚的情况 也给男嘉宾表示了抱歉 特派员也是赶紧把这个理由告诉了男嘉宾 听完解释的他也是觉得相当愧疚 当时我和朋友都已经讨论好了 他只适合做一个朋友 结果在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之后呢 我觉得自己做自己做决定做得太武断了 也挺不好意思的 这一番解释呢 让男嘉宾心里呢 也是可能会很为难 一方面觉得你这个表现 已经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了 但是另一方面呢 又觉得这个理由呢 是情有可原的 那么男嘉宾现在就处于一个两男的境地 女嘉宾对男嘉宾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男嘉宾最终是否会选择跟女嘉宾牵手呢 让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表白环境 我觉得两位就直接简单一点吧 因为可能现在在你们的心目当中 也有一些答案了 那就请两位背对背 如果愿意和对方亲手成功 就转过身来 不愿意的话就各自离开好吗 好 好 3 2 1 请选择哦 欢迎游戏 我们等你 福利来了 私家车到空港皮革时装城即可领取 价值168元 羊绒围巾一条 购买1000元送邮费50元 超2000元即可获得邮费100元 这么给力的福利 买时尚东装就到空港逛一逛 3 2 1 请选择哦 最后你还是没说一声再见 今天的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缘分就是这样奇妙 对的人在错的时间 错的地点相遇 那么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牵手成功 我在想如果男女嘉宾今天不是在电视上相亲 而是相逢在一个朋友聚会的场合 男嘉宾没有去炫耀 所谓炫耀 其实我认为他没有炫耀 没有在他的主场展示自己的这些经济实力 让女嘉宾感到莫名的压力 而女嘉宾也没有因为主管的这种错误安排 打来电话 闹到大家不愉快 那么他们两个人我认为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对情侣 因为不管是从这个条件上还是对彼此的这个第一印象和感觉上来说 都是相当匹配的 女嘉宾我希望你克服一下自己的自卑情绪 从你跟闺蜜的聊天当中 我可以看出来你对自己是相当的没有自信的 你会认为没有意见钟情 不可能有条件那么好的男生喜欢自己 他对我可能另有目的 他可能只是想炫耀他自己 只是不用想那么多 遇到优秀的男孩子不妨多去了解他 不要急于下这样的定论 今天还是有点遗憾 我们的男女嘉宾呢 并没有牵手于成功 但是啊我们的男嘉宾呢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成熟稳重 我们的女嘉宾呢 他也是非常的娇小可爱 那如果电视机前呢 你有对我们的男嘉宾 或者是女嘉宾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8805 8805 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一下 凡人游戏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对本节目提供的大力支持 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虫草清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她在外打拼单身多年 平时都是在外地 长的时间的话大半年 她只想跟着感觉找爱情 看我跟男嘉宾之间的一个演员吧 就是看感觉 初次见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令女嘉宾说出这样的话 是有一点惊讶和那个 失望吧 又因为什么 让她对男嘉宾的态度 180度改变 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就是长得比较白白净净的那种类型 我还行嘛 因为每天都在砍到刘花 其实砍戏馆就好了 面对买房的问题 双方再次各执己见 我们在哪儿城那边玩 比较想在于中国的时候 预备方面 但是女嘉宾那边呢 比较坚持 反正我是不想在大学厅那边 买房子 最终 两人能否化解矛盾 牵手成功 等我出餐回来之后 给你做一顿打餐 凡人有喜 下期为您精彩